今天是5月10日,星期五 即是5月份上旬的時間已經限定了 由下星期一開始,將會踏入下旬的時間 5月份的市是由5月2日的22,552點 升到5月9日的高位23,353點 即是這段時期的市升到801點 以801點的幅度來說 當然不可能滿足5月份的要求 即是只要沒有低過22,552 即是更高的指數仍在後面 其實很簡單 以今個月22,552點的低位 只要有1,000點,1,200點的波幅 到底會升到多少呢? 用計數機器就算得到 先看看指數 早段是輕輕高開2點,達到23,213點 其實日中有少許反覆 曾經一度落到23,144點 但沒有追股,實際上真的沒有 雖然動力不夠 但同時的股壓力都不是很大 尾口的市開始慢慢慢慢走 尤其是尾段的升勢 便輕輕放大了一點 高位是23,330點 以收市那一刻是23,321點 比例上日輕輕慢高了 是18,09點 成交更馬呢 很可惜仍然仍然不是足夠 555億而已 剛才我提到今個月的高位是23,353點 其實現在的市以收市來說23,330點 是屬於緊扣高台而不下的格局 即是整個市況 根本上仍然處於一個續沉頂的形態 只不過去到一個中旬時間 如果市走得太急 或者走得太快 去到接近下旬的時間 就會有少許反覆 因為成交金額其實一直都不足夠 當然知道來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大市能否持續穩守在十天線上 因為暫時來說 恆子距離的十天線 是否有三百多四百點 這是很安全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 任何一天 不幸地恆子碰到十天線 大家就要小心了 可能市況或者整個升浪 或者會有少許技術上的轉變 當然不知道 這一切的升市 其實都是拜保倉本所致的 因為早前沽空實在太厲害了 原因說了很多字 不再復述了 再說說 由4月18日的低位 21,423點的上升 去到5月9日的高位 23,353 市反彈了 是1,930點 相對上個中期跌浪 跌了2,521點 算數 市反彈了76.5% 如果這樣說的話 又有少許矛盾了 為甚麼 因為一個反彈的市 說是反彈 反彈 3分1 1,5 還是0.618 但如果你多於0.618以上 那根本上可能不是反彈的市 可能是升浪的開始 只不過成交金額不配合 你和我都是覺得動力不足夠 但慢慢慢慢走走走走 如果高台上資金逐步增加 成交金額開始增加 動力開始改善的話 升浪是會慢慢展現出來的 因為上一層的調整 是技術上的回吐而已 完成了回吐 始終看回兩個因素 第一 資金充裕 利息仍然是低 加上 早前龐大的沽空本 這就是動力 跌的時間 當然是 你扔到甚麼價就甚麼價 但升上來 保下去都頗耐 老老實實 幸好市場成交金額不大 如果成交金額大 夠壯的話 散戶又搶 或者基金又搶 到時的沽空盤 要蓋倉 怎麼蓋 蓋不切 所以 以前的師傅教諾 你一元買一隻股票 我當你全部輸了 你都是輸一元 但一元你出去拋空一隻股票 是很危險的 可以升很多倍的 不准 1973年 講少少歷史你聽 和王那時候 那時候叫和記 是其得尊的 那時候做主席 因為發展得太迅速 在石油危機當中 就陷入債務危機 股價由40多元 1973年的40多元 跌到1974年 12月份的1元 一年之內 由40多元跌到1元 未聽過1元的和記 那後期是怎樣呢 才由緯理去重組 慢慢慢慢改 去到70年後的後期 才以七個多元錢 賣給李先生 李嘉誠先生 將他發展到今時今日的皇國 1987年和王曾經一開五 現在以百十元計 不要多說 就說八十元 就等於當年的四百元 你一元1973年沽空了和王的話 現在是四百多元 只是利息也蝕死你 不要說股價 所以師傅教導的東西 真的沒錯 當然知道 有些股票 一元就跌到一個線 接著是一百合一 那些我們就不要說了 即是一個業務處增長周期的 形態之中的優質的企業 股價一個中期 一個長期的走勢 它都是趨升的 因為有基本因素支持 沒有基本因素支持的股份 它會不會升 會升得更加厲害 但是未必會長久 這裏就是分別所在 好了 講一點歷史 不知道大家喜歡不喜歡聽 如果喜歡聽的話 就來一點點 少許什麼 即是 你一點點表示給我 在網上講講給我聽 郭Sir講講歷史 我們都喜歡聽 以後每次講一些歷史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裏